基特初次担任球队CEO就遭遇重大考验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今年透过合资风风光光买下马铃鱼 并入主球队CEO的前杨基万人迷基特 Derek Jeter在与杨基进行时谈论交易案后 被球迷炮轰得体无完肤 但今天美国媒体CBS Sports出面帮基特款夹 提出二点说明这次交易案应怪马铃鱼前老板罗瑞亚 Jeff Lauria而不是基特 1. 史坦顿是罗瑞亚签的 CBS指出史坦顿的天价合约是罗瑞亚给的 2014年冬天罗瑞亚开出13年3 25亿美元约新台币97 5亿元的剧烈留下当时伤痛不断的怪力难 其中还包含完整的拒绝交易条款 造成马铃鱼这次寻求交易处处碰壁 且2018年起 史坦顿的年金将高达2500万美元约新台币7 5亿元代表罗瑞亚在前几年只负担它较少的薪资 而基特接手后就得面对史坦顿这块烫手山芋 自然会选择将它送至别队 2. 罗瑞亚未能帮球队开创裁员 CBS指出罗瑞亚无法为球队开拓裁员是经营的一大败笔 一方面开大约千球员 另一方面又向当地政府很穷 至今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球场 而马铃鱼球场位置偏僻 交通及不方便成为票房提升的最大障碍 此外 马铃鱼没有自家球场也无法对外寻求冠名赞助 加上球队卫生更在地球迷 当地民众对球星认同度普遍不高 今年明星赛游行时 当地欢迎史坦顿的球迷甚至只有两三人形成强烈对比 因此CBS认为球迷在交易案后怪罪基特很容易 但别忘了在这之前的马铃鱼是由罗瑞亚做主 基特此时送走史坦顿 至少当球队免去未来的财政负担 但对于球队重建来说 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